要把B欄的資料 從B2一直到最下面 B33 要把它的資料 就是複製一份 到哪裡呢 到這個D欄 到G欄 這個四個欄位 那它這邊是一欄 1變4 而且另外的話 還要把前面的這些欄位名稱加冒號去掉 把這個資料放過來 那橫向的放就對了 有沒有 1234 5678 分別的一個羅伯格坑的放過來 那當然以前如果你不知道 就是用Excel裡面的公式的話 這最笨的方法就是塗法鏈鋼嘛 那Excel裡面當然就不希望你用塗法 不然你根本就不需要用Excel 你用Word就好了嘛 Word裡面呢你就直接 複製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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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資料 假設非常的龐大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要把這個事情做完 應該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特別 這個注意 上禮拜 我們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如何把這個資料搬過來 所以我們其實是按照他的順序 利用什麼 Current跟Raw 有沒有 Current跟Raw 然後Raw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列 Current是指籃 哪一籃 比如說這個是第四籃 所以減掉3的話 減掉3就剛好1嘛 所以1234 那這個Raw的話呢 是指的是哪一列 所以 也就是我現在是第2列 第2列的話呢 把2減掉為什麼 因為減掉2就變0 0乘上 4還是0 但是如果他變3的話 3的1倍 那就是加4 所以 1加4變5啦 5 6 7 8 那再 向下一個變加2倍 就加8 所以變9 90 11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這個後面是 指的如果你有 幾籃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加幾籃 那先把那個 你要抓的那個順序先抓出來 再配合index 把資料真的就抓過來了 最後的話 前面會有這個 籃位的名稱 要去掉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算他的長度 哪個長度 剛好他的上面的這四個字 跟這邊的四個字 match 那我只要再加兩個 冒號跟下一個 有沒有 所以 L1N 加2 有沒有 就是 記得這邊要 鎖一個前的符號 然後再配合mid 就可以把資料 整個 搬過來了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就向右 向下 那就一氣呵成 可以把 這邊一欄的資料 轉變 變成四欄 我們要的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比較重要的 部分 所以如果將來 其中 考試 我們考到這一題的話 那你就是 把這個做出來 第一個 就是函數啦 所以 考你就考你什麼 給你一個空白的 所以到時候這個是沒有的 你就要把這邊的資料 輸入到 輸入上面 輸入這個公式 向右向下 把這個做出來 那你就得分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所以到時候你會得到一個 空白的檔案 那個檔案的話就是 這邊資料是沒有的 然後你就是要把剛剛講的這個公式填上去 可以向右向下 那我到時候就看你上面的公式對嗎 如果你上面的公式是對的 OK 那當然你這個就拿到分數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其中 考試的部分的話 是要上級的 OK 所以請各位 及早 應應 因為 如果你沒有動手做啦 說真的這個要通過 是有點難度的啦 但是你只要願意花的時間啦 應該也花不了多少時間嘛 以大家的聰明 他其實看起來都還蠻聰明的 甚至 每個都比我聰明的 所以 其實當然主要是要花時間啦 好 那這是第一個 OK 所以如果你要拿到分數 我先跟 因為我發現之前 你因為今年已經是第四年這個全校性那個程式設計 列為必修的 之前遇到的經驗是你們學長姐 他們就是不熟練 看得出來 熟練的 大概 兩三分鐘就把公式做完了 然後 就OK了 沒有問題 那不熟練的 就開始在那邊摸 開始在那邊試 開始把那個 就是考試的 這個 當成是平常在練習 甚至呢 考試的期間還有同學舉手發問 老師這個地方我不會 他講說現在在考試 考試你還問我 你不會 你不會就是你自己沒練習 所以考試的時候記得 不要舉手發問 不然 就不叫考試了 好不好 OK 除非說你有電腦上 問有問題 那當然 你可以 提出來 但是如果說你考試的時候你還問我說 老師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不會 那當然你就沒有這個分 所以就是考試 OK 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所以 有點心理準備 其中考試 如果出到這一題的話 請你把上面的公式打出來 上面的公式怎麼打出來 上個禮拜有講過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已經忘了差不多 請你把 上個禮拜的影片 再調出來 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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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的話今天 還要接著來看 因為這個 畢竟呢 還只是以色列裡面的一個公式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希望把它寫成程式 就是VBA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VBA程式 所以呢 請各位 再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先開起來 所以上個禮拜你們交了作業也好 或者你們存的檔案也好 那我如果今天呢要換個方式 那當然呢 流程跟上個禮拜的做的有點像 只是說換個地方寫而已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上個禮拜 第一步是什麼 第一步我記得好像是Column跟Row 還記得吧 就Column跟Row 我們先Column然後Row 有沒有這個先不要 我們好像先做這一件 1 要修正 好像有多一個刮鬍 多一個後面這個 這個把它Delete掉 到這裡而已 然後 應該是放在上面 有沒有 你放哪一個 其實都OK 然後呢 第一步的話就是先需要產生 1到32的 這樣的一個表格 那如果VBA可以做到的話 那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在用什麼 再把這個公式 放在那個 Index裡面 有沒有還記得吧 就抓這個裡面 所以在第二步就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Column然後再插入Index 記得我先 優標放這邊 把這個公式剪下 不包含等號 然後插入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ex I開頭的 在這裡index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範圍告訴他 B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 記得先把它鎖起來 F4好了 把這個範圍先固定下來 那剛剛剪下來的東西 其實就放在這個 Rowindex 放這裡就對了 藍的話因為只有一藍 所以就是輸入1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按確定 我們向右 向下 有沒有就通通把這邊的資料搬過來 只是說呢 它多什麼 多那個藍位名稱 那藍位名稱怎麼去掉呢 再把index 減下來用mid 對 mid的話 還記得吧 文字 裡面的mid 這個前面用蠻多的 然後把剛剛的 減下來的index 公式貼到test裡面 然後第幾個字呢 這個的字數 字數怎麼算呢 外面包一個L1N L1N刮弧的話 意思說 這裡面有幾個字 它就出現了 總共4個字加2就可以了 冒號也算 下一個字 那就加兩個字 記得把1 鎖起來 因為第1列不能變動 那第幾藍可以變動 OK 那要幾個字呢 輸入99就可以了 後面全部都要 然後你把它向右 向下 基本上這樣就OK了 然後再把這個藍寬 選起來 藍選起來就快點兩下 這樣子就是最後的結果 OK 其實做得順的話啦 應該三分鐘就搞定了啦 OK 不過當然就是要前提是要做得順 要怎麼樣做得順 其實就是要花時間 好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部分的邏輯 我把它複製一下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再按住 Ctrl鍵拖拉 把它改成VBA OK 所以你把這個sheet1 刮斧後面加一個VBA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地方 所要產生的資料呢 就不是用這裡面的公式 而是要用VBA來寫 那難度就比較高 所以第一個喔 一樣就是要先把什麼 其他命令 上面箭頭點下去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裡面 開發人員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開發人員裡面 V就被打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好了 記得呢 寫VBA 第一步驟 一定要記得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在這個模組裡面 就寫我們需要的程式 OK 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程式呢 其實就是 做跟剛剛一樣的動作 只是說呢 我希望將來 是按下按鈕就產生了 而不是輸出公式喔 所以也許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清除 下面這個是清除 把這個範圍資料清空 然後這個按下去的話 就是把這邊的資料呢 幫我搬到這邊來 變成一到四欄 做法跟剛剛有一點類似 只是差別就是 這個是按下兩 這邊有兩個按鈕喔 所以現在按鈕不存在 那我們是希望把這兩個按鈕 給變出來 那該怎麼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 開起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有關 VBA的部分喔 來聽說 我還有一路 我們還是要 一路 楽啊 因 lugares 什麼 然後 要緊要的 那邊